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部毛毛的长篇小说 寻欢作乐 当我读到第一章的时候 有一个地方我很有感触 今天想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他就是描写了 罗伊这个青年作家 他是文坛新人 他这个人非常的坦率和真诚 他经常写信给文学大师们 请他们对他的作品提出指导 所以文学大师也非常乐意 觉得花时间为这位文坛新人 做一些指点是一个很值得的事情 因为他特别的坦率和真诚 他的真诚使他们觉得非常的温暖 而他的坦率又让人觉得他非常的真实 所以从这一点上我就可以得出来 我就觉得在我们现实生活中 我们也要做一个坦率和真诚的人 虽然说我们不一定是求别人去 帮我们指点一个什么事情 帮我们做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 需要坦率和真诚 我们平时在对待别人的时候 也要用坦率和真诚的这种态度 来对待别人 这样呢 其实第一点呢 是给别人一个非常好的印象 觉得我们是一个很谦虚 谦虚的人 而愿意跟我们打交道 觉得让人感到非常的温暖 非常的真实 另外呢 对我们自己来讲呢 也是一个很有意的一个行为 因为坦率和真诚表达了我们的内心世界 表达了我们是真正的一个什么样的人 所以把我们的内心就是真实的表现出来 而不是做一个很虚伪的人 我们可以看到在现生活中 有些人非常的虚伪 他们不敢把自己的真实的想法表露出来 一方面呢 就觉得很尴尬 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真实的内心 所以时时刻刻呢 把它隐藏起来 另一方面呢 又害怕出错 如果要是把真实的想法表现出来 错了怎么办 那别人呢 就会对自己进行评判 他所以就接受不了这种 跟别人之间的这种交流 真实的交流 所以他就想把自己呢 隐藏起来 所以这样呢 对自己本身的发展呢 也是一个很不利的 所以我们觉得呢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呢 也要做一个真实的 一个坦率的一个人 这样呢 就是有利于自己人格的发展 这样也有利于跟别人进行交流 有的时候呢 就是不敢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立场 有的时候呢 就祸悉泥 就觉得 如果表示自己站到了一个站边 就是说 如果自己站边的话 势必会得罪另外一边 所以在对事情进行评判的时候呢 我们没有勇气去做 所以把自己呢 就是深深的隐藏起来 不去把自己真实的想法说出来 这样呢 我觉得他就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人 在这个世界上行走 所以要表达自己真实的行为 要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 这样呢 就是说 自己跟这个社会 有一个真实的一个交流 做一个坦率而真诚的一个人 是我们每个人 对我们人格的发展 都是一个非常有益的事情 表达出真实的一个自我 这样呢 才能就是表现出自我的价值 也是实现自身价值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 那感谢收看今天的视频 谢谢 再见 如果你有什么 你自己的想法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进行交流 如果你有什么新的想法 或者是你有不同的意见呢 也欢迎跟大家分享 谢谢 再见 再见